好,歡迎各位觀眾,再回到社企論壇 我是Raymond,這位也是Raymond的嘉賓,Mr.Raymond Ju 他剛才談得很開心,說有不同的資金 主要是政府和大學的資金,做這些初創的企業 其實初創和社企有什麼關係呢? 先說回我那一番 現在的社企論壇,說一說是開始業 現在很多年輕人都出來創業 剛才Raymond說到大學基金,政府的基金 我還沒說好錢之前,這是政府的錢 不說政府的錢,先說大學的錢 剛才說已經有差不多一百三十對 都已經是過過這個過程 由一千萬,現在就是槓桿到引益 Raymond,可不可以說一下其中的過程是怎樣的? 他們申請過分,他們怎樣做 有些公司到今天就由一千萬人到一億 可不可以說一說 其實我們的工作呢,除了給他們錢之餘 其實我覺得錢是反而可能是其次的 我們跟很多的年輕團隊談 其實他們更加著重看到後面就是 我們整個計劃當中怎樣有其他的東西可以支援他們 我們其他的工作包括什麼呢? 他們申請的時候,其實我們已經提供很多不同的培訓給他們 譬如他申請之前,我們每一年都會搞一些訓練營給他們 那他可能完全不知道創業是什麼 或者他完全只有一個想法 那個想法是怎樣成為一盤生意呢? 我們有一個訓練營給他的 他可以跟著之後去全訓練營 然後去提供他的想法 跟著有不同的workshop 教他們怎樣去寫一個商業計劃書 怎樣去做一個市場調查 怎樣去做一個財務的預算 這些我們全部都有工作方案 我們其實是希望呢 就算他最終拿不到那個funding 他其實高福的過程 他是起碼去學習一些東西 有一部分拿到錢的年輕人 拿到資金的年輕人 其實這一年可能大概有幾十代 那我們除了funding的資源之外 其實我們會繼續提供一些不同的培訓 前面提及的是申請前的培訓 有申請後的培訓 申請後的培訓就是 包括了可能有些真的剛剛畢業的年輕人 突然間你叫他做老闆 由畢業還是學生 立刻就變成一個老闆 那怎樣做老闆呢? 怎樣去營運一間公司呢? 這個整個角色轉變是很大的 那我們會有很多個培訓的工作方案 譬如第一點開公司 公司有什麼類型 沒錯 法律上譬如可能合約是什麼 什麼為之一份合約 有什麼條款 有什麼可能需要留意的地方 怎樣去保障知識產權 怎樣去利用這個社交媒體 去做一些宣傳等等 以至去怎樣去和一些國內的夥伴去合作 或者去做一個商業夥伴 因為很多時候要生產 現在都需要去營運 我們這些全部都有工作方案 是去交給他們的 全部都是免費給他們的 同時我們也配有一些創意導師 我們導師的整個群網絡 我們現在大約差 差不多有20年 那麼我們今年的活動 希望每年加多二三十個 希望整個網絡 整個部份裏面 可以找到適合創業的導師 給這些年輕團隊 因為他們都很有經驗 很有心想幫分 這些創業 還有創業導師 還有我們會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去幫他們去提出很多不同的商業夥伴 即將來有商業客 甚至乎投資者 而我們本身自己的工作 就是我們會跟進他們的 不是說你拿到錢 我給了夠錢就算了 不是的 我們其實是會和他們高夫 起碼一年 很厲害 陪著他們走一年 每三個月他們要回來 要看看他們的進度 進度去到哪裏 要給我們報告 當中他們遇到有什麼困難 或者有什麼地方 我們可以幫到他們 譬如他們想找一些投資者 或者他們想找一個領域的商業夥伴 我們會嘗試幫他們去看這件事 想想一下 先問一下 嘩 這些老師聽著 那是否只是PolyU的學生才有這個privilege 我想問一下 真的太吸引了 很多其他院校的同學都有這樣問過 是啊 太吸引了 整盤生意落地 不簡單 答案是和不是 其實應該這樣說 我們希望 因為始終大部分資源都是來自大學 或者是政府通過理工大學去看中 所以我們始終第一件事 都是希望可以培養到理工大學的學生 明白 但是 雖然這樣說 但是團隊裡面 其實是可以有其餘的院校的學生 不是一定說 三人團隊 一定要三個都是理工大學 至少有一個 至少有一個 有機會 那個是 作為一個主力的團隊成員之一 明白 譬如幾個都不是的 都可以的 明白 另外又想問 探心一點 Raymond 他不知道我問什麼 他越聽越吸引 那些 mentor 你說六十人的團隊 你的 mentor 很厲害 是不是 理工大學有些 alumni 還是怎樣 是啊 你提得很好 其實這個 mentor 這些導師的團隊 有很多方面 理工大學的校友是其中一樣 理工大學七十幾年 高漢培養很多 工業家 企業家 他們很願意回來 支援我們 其實我們呢 都另外有創造一個網絡 是 叫做理大企業家網絡 英文叫Polypreneur Poly-U Entrepreneur 就是Poly-U Entrepreneur 沒錯 我們姦稱Polypreneur 在這裏 Polypreneur 是很支持我們 現在剛剛新加入 新成立的這些 年輕的企業家 好難得 當然也有其他外面的朋友 譬如是一些創業圈子的朋友 是 他們是很有心 很想幫回這些年輕人 是 因為他們自己都有經歷 是 他們以往經歷過一些路 是 是 走得很辛苦 是 是 當初可能他們自己 沒有什麼人帶他們走 他們自己就 衝了一條路出來 是 但是他自己覺得 新同感受 他想幫回一些年輕人 希望他走一條路 沒有那麼辛苦 所以也有很多 我認識的創業圈子的朋友 都很想去幫 很願意去幫幫 這些年輕人 所以我們也會 招攬他們 幫忙 好精彩 其實我有目的 第一 就是 做一個這樣的中心 其實是很困難的 因為年輕人經常都是創 但是創業有很多概念 為什麼我這樣問 Raymond 其實已經有 這個真的不關掉名字 雖然很想開名字 有兩間很出名的NGO 已經找過我 就說 我們 這個 就是我要罵罵政府 對不起 在這個大型空間給我 他們是拿了政府很多錢 很多錢的意思就是 它有些很漂亮的場地 例如在旺角 在新界的交通方面的區 就拿了些場地 場地當然有很多錢 香港租金是最貴的 是人道士 場地已經有了 然後 總幹事就跟我說 Raymond 幫我找一些 你啦 媒體師 找一些律師 銀行家 來我們做什麼 幫一下年輕人 教他們怎樣創業 這個政府就真是抵鬧 你給了錢的NGO 然後他們是沒有這個人才 去幫那些年輕人的創業 是很霸營的 我學得 那些錢 其實就是公道課 我覺得使得理工大學 是很適合的 因為有Raymond 還有這麼大的團隊 你真的幫到年輕人創業 那些錢就不要這樣 扔了出去 給了NGO 那些NGO 就和我求救 我確實是和很多老友求救 你們的不同的專業知識 可不可以進來我們幫忙 那就是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呢 就可以開名 那些是何諾 我呢 我呢 我是HKU Space 校友會秘書 亦都是負責整個 start-up 和social enterprise 那我就一路去想的時候 就是 如何將那些mentor 其實我們HKU Space 很power of 很power of 就是說 我們有很多alumna 成百萬alumna 都有 不過就是如何將這件事 可以落得到地呢 就是這件事 真是向上這份循環 就是我們覺得 其實是很重要的 就是現在我們經常都 就是我這些老人家 就是經常看年輕人都不順眼 但是其實年輕人 有年輕人的世界 就是我們給他們一個機會 我們一路man 他們怎樣做 他們有idea 但是他們的idea 就經常都說的了 他們就是有business model 很漂亮的 做穿梭機的 但是就沒有income model 那我們希望我們幫他們 怎麼做到income model 剛才Raymond說得很好 如何由一個idea 以致你開到一間公司 整件事可以落到地 這個是不簡單的 這個一定要很多專業人士 可以幫到他們 那李公太學 Raymond的center 就做到這件事了 那可不可以 Raymond又可以再補充一下 就是有沒有一兩個成功的例子 可以跟他們的觀眾 分享一下那些年輕人 因為經過你的center 就是創業成功 整件事可以落到地 是 我們不敢誇自己 說做幫助很多的 其實很多時候是很靠自己 年輕人自己 他們的能力 是 那我們其實在從中 叫做幫一下手 希望在他 可能在缺乏資源的時候 嘗試給多一點點的幫助他們 那如果你說 比較成功的個案 其實就 第一 我們經常都在說的 要 define 什麼是成功的 yes 因為成功這個字 在很多人的角度 可能都有不同的 那我們自己 去看我們成不成功 我們就會看回 究竟這個團隊 某一個團隊 究竟 能不能夠 可能起碼熬到三年 沒錯 起碼持續到三年 因為初創的很多時候 第一年已經收工了 很快已經是 持續不到下去了 起碼熬到三年 還有他三年之後 他可能中間 繼續是 找到其餘的資金 就是找了其他投資 繼續去支持他們 或者他進入了其他的 培育機構 或是腐法機構 那我們看這件事 去看回我們成功 如果你說成功的個案 其實我們有幾個 科技類型會有多少少 他們會容易吸引到投資者 這個是真的 因為始終投資者 希望看到一些比較快速成長 而科技類型的初創企業 在這方面是有引誓的 明白 我們譬如說有一個在科技用的企業 是一個理工大學的博士生 博士畢業生 他是開了一間公司 然後他的科技技術 其實是做一些布料的感應器 很有趣的 就是那些感應器是軟的 可以放在衣服裏面 可以放在械箭 是理工大學研發出來 他就利用了這個技術 理工大學授權了這個技術 讓這間公司繼續去開發 開發不同的健康產品 是迫穿戴式可以給人外的東西 譬如說一條胸帶 可以是幫助到病人去測試 可以監測到他的呼吸 嘩這個很厲害 或者是鞋箭 可以量度到他的壓力 他又開發了這些不同的健康產品 這個團隊一直都發展得非常好 現在都已經有幾十年 去年就拿了封投 Benture Capital Alan 的資金 大概是百多二百萬元 哇 還有很多錢 對 這樣的投資 繼續發展 是 而另一個例子 就是一個理工大學的設計 是畢業生 他畢業之後 在香港的一些初創公司工作過 亦都開發過一些很成功的產品 後來是兩三年前 他自己跳出來 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他開發了一個手機的元件 Apps 挺有趣的 挺有趣的 他整個天 每天呢 現在整個天 就搬到一個進入職 正去 整個 一路正在開發 現在這個團隊應該差不多有г 一路一直都吸引到很多投資 很多媒體能報告 差不多要接入前 應該是超過一千萬元的投資 他們也收到一個很好的消息 關於操作面對 他們就申請入了一個 都幾國際、幾知名的一個呼發器 叫做Y Combinator 他們申請入去 都正式收入 Y Combinator 給大家的資訊 Y Combinator 是一個很有名的呼發器 在美國 它呼發出來的公司 是一些很有名的公司 例如Jobbox 等等 一些很成功的初創公司 明白 我們一進去的企業 有很多都是很成功的 business model 而香港也有幾個以前公司的個案 我們先休息一下 Raymond 說得很精彩 現在又有時間的關係 我們又休息一下 我們說的是香港人 我們這些年輕人很聰明 是說幾多百萬美金 再出錢 我們稍後回來再談 經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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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